2月17日深夜,美国北加利福尼亚州纳帕巨女警察莱莉·瑞雷尔埃斯基,在巡逻时看到一辆红色的本田车停在路边。 莱莉上前询问是否需要帮助,并要求检查车辆。 司机用西班牙语回答没问题。 莱莉于是绕到司机,一侧要求他摇下车窗。 莱莉数次要求司机摇下车窗。 司机才摸摸蹭蹭摇下窗。 就在摇下窗的一瞬间,司机朝住女警察开枪。 女警察瞬间躲避,并立即朝对方连开15枪。 该男子当场死亡。 其他人没有受伤。 经查。 该男子今年43岁。 名为哈维尔J-A-V-I-R-E-G-R-N-E-A-Z-M-O-R-E-L-E-S,曾是一名农场工人。 哈维尔至少有5次犯罪记录。 包括酒驾、非法持枪以及袭警。 此次她所使用的枪支属于赃物。 目前,女警察莱莉,已被行政代新休假。 正面临相关调查。 莱莉是警三代。 她的父亲和爷爷都是警察。 去年6月,她刚被调任至纳帕郡。 去年6月,她在纳帕郡。